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立哥欢迎来到频道 今天来介绍汉波Bundle的游戏开发虚幻资源包 The Mini by Mighty Fantasy Unreal Engine Environment Bundle 由Lealty Studios出品最多档包含4件商品最高折扣95%off 既然知道为什么叫做mini了吧 虽然数量少但是质量一点都不含糊 包含是用于歌头和魂系风格游戏的宏伟城堡 庄严中世纪城堡内部以及中世纪酒馆的外部和内部 并且这些资源附带的演示场景 让你可以轻松创建出高品质的游戏世界 资源分为三个档位分别是5刀10刀和15美刀 当然艺术价值最高的城堡是在第三档 拥有高度的细节和复杂度 非常佩服这些艺术家创作的模型 让这些幻想场景可以在游戏里面呈现 昨天我看到有小伴问 是不是通过我给的链接购买资源会对频道有帮助 答案是 因为在航波邦德上面购买资源的时候 你可以什么都不调整 也可以选择资金的分配比例 例如创作者慈善机构 航波邦德和我的频道 让你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调整 如果你说我就不想看到你的频道有收入 没关系不用我的链接 直接访问航波邦德网站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需要 并且愿意支持这个频道的发展 可以通过我的链接 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比例 给予频道一些支持 让我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制作视频 不管你选择哪一种 购入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对于后面这类小伙伴 我也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回到今天的主题 这家工作室印象中也是第一次见 查了一下这家工作室 被认定为顶级游戏艺术外包公司之一 为各种平台创建 具有影响力的游戏艺术作品 并且获得了Epic MegaGrants 这是由Epic Games公司推出的一项资助计划 用来支持各种创业和技术项目 特别是与游戏开发VR和AR有关的项目 随着后面网络速度的发展 可以想象这种更真实的游戏互动 会成为一个趋势和潮流 感觉Epic在布局一个大的未来和愿景 我记得有一些这样的公司或者工作室 就也会被Epic收购 但是在给予资金支持的时候 Epic不会设定限制 也就是说工作室还是可以自主运营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工作室得到的资助 最后投入到Unity公司 获得这些资助工作室 我的个人数量非常庞大 4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800个工作室 或者个人收到的资金扶持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不是作为一个收购策略出台的政策 而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创意领域 有时候我会感叹 Epic Games的市值大概300亿美元 我们有些公司的市值是别人的十几倍 有没有对这个创意行业基于支持 真的是一目了然 钱赚了再多 格局还是过于小夹子气的 有点跑远了 我们回到这个捆绑包 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虚幻商存兑换 也可以导致到Blender或者其他引擎 例如Godol 这里面没有版权问题 因为Epic是允许模型用于其他引擎的 如果你的游戏项目 需要一些高品质的3A级模型 那么可以去看看这个资源包 我也把链接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游戏开发相关的资源介绍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利哥 我们下次再见